天井起来 北京是一座 汇集了多处历史古籍的现代化城市 时光却仿佛在此驻足 历人依稀看到了那数百年前 一个辉煌帝国逐渐远去的背影 而唯有用自己的双脚 才能够名不一脚印地 深入查探这座城市的历史 真切地感受到老北京文化的埋伏 这次青史网北京考察团 再次地来到了故宫博物院 故宫就称紫禁城 位于北京中轴县的中心 是明清两朝 二十四代皇帝的皇宫 也是现存规模最大的 宫殿型建筑 我们这次考察团的导游严密 还是为数不多 考过故宫博物院认证的 那个宫廷导游 考察队员们除了必须 仔细地聆听他的讲解 也必须利用在故宫里的六个小时 完成一份任务清单 偌大的皇宫处处都有故事 而只有自己亲自的答题 通过实体考察才能够真正地学到历史 不然也只能够故隐残滑了 故宫是中国国家一级博物馆 和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英国大英国博物馆等 另外四座博物馆 并称世界五大博物馆 民国元年即1912年 根据清室优待条件 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后 依然住在皇宫里 直到民国十三年 即1924年是1月5日 被赶出自进城 经过了一年的整理 故宫博物院于民国十四年 1925年10月10日正式的成立 至今也有93年的历史了 明朝崇祯十七年 也就是1644年 闯王李自成 从居庸关率军五十万一金严金 后得到太监指引 从德胜门进入北京城 崇祯皇帝带着太监王承恩 到景山山顶上望 最后他在景山下自一 明朝就此灭亡 史称江神之变 考察团离开故宫后前往景山 也有部分的考察队员到崇祯皇帝去夺处离调 斗转心仪岁月沧桑 如今黄昏时从景山上 仍可望见一片夕阳 只是此时此景 恐怕却早已和崇祯皇帝 当时看到的相差甚远了 历史和夕阳其实也有相似之处 脚步轻盈 流逝匆匆 考察行程第二天 我们前往了位于北京石井山区的法海寺 这是一座汉船火轿寺院 如今已作为博物馆开放给公众参观 法海寺位置偏远 处立在西山之上 我们的考斯特小巴无法直接到达 因此考察队员们必须步行到某地地 法海寺始建于明朝正统四年 由御用太监李同集资仇建 明英宗布莱次民法海禅寺 距今已有近六百年 元寺规模宏大 明清时期曾经多次重修 如今法海寺中还保留了多件文物 这些都见证了法海寺的永久历史 但我们来到了法海寺最主要的目的并非礼佛 而是为了探访大雄宝典内的明朝壁画 这可是法海寺的正式之宝 为了避免法海寺壁画受到风化侵蚀 以及二氧化碳和灯光照明的破坏 官方现在禁止游人们使用一切拍照设备 大家也只能在工作人员拿着手电槽的带领下 通过放大镜 近距离的观看壁画 这对考察队员们来说 应该是一次非常特别的体验 青石网北京考察团形成的最后一站 来到了北京古楼和钟楼 这两座古代建筑物是原明清三朝北京的 几古宝石之处 楼高大约47米 根据苹果手机的测量 这相等于9层楼高 因此考察队员们必须步行攀登 这再次考验了大家的体力 而中国其他地区的中古楼 东西对立排列不同的是 北京古楼在南 中楼在北 一前一后的坐落在古城中轴线的北端 与南面的景山遥相呼应 钟楼和古楼是北京城最高的建筑之一 这对研究明清两代的建筑工艺 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而且它们正处在古城中轴线的北端 和景山互为借记 这也是研究北京城规划物质的重要实力资料 这九天下来的行程 大家平均每日步行两万三千一百九十二步 总步行距离为一百二十五点六公里 虽然每天最高气温只有五度 最低可直接下探到零下九度 但考察队员们靠着坚持到底的精神 完成了所有的考验 一步一脚印地丈量了这座古楼城市 我想大家从此对地图北京 也有了深地层的认识